实际上来讲呢 这个法门很难遇到啊 你要不相信 你就看我们现前 现前全世界的佛教徒有多少 这么多佛教徒的 修大臣的人有多少 十分之一都不到 大臣里头遇到进度的有多少 遇到能相信 肯 信愿持民的人有多少 你一层一层淘汰 到最后没几个人了 那这叫难信之法了 这真难信啊 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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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教徒的常识 这释迦牟尼佛常识 凡是能信的人 都是过去深重 曾经供养无量祝福 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 得无量祝福 温于神的加持 他能信 这是佛 把这一桩秘密给我们揭穿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掌握这一次的缘分 我们无量节来 曾经供养无量无边 祝福菩萨 有这样深厚的善根 正是跟小本弥陀经相应了 弥陀经上告诉我们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应约的神秘苦 要多善根多福德 多善根多福德 多到什么程度 超出我们的想象 佛给我们说出来 过去供养 无量祝福 才遇到 遇到了能相信 能够理解 能够发愿 喜欢念这句佛号 这真不是容易死去 这真不是容易死去